很多影響选举公平性的花招 台湾人习惯说 这个叫选举的奥波 过去的奥波 可不只是所谓两颗子弹 那个事件而已 那个当然是一个 比较受到多人瞩目 在发生在2004年那个时候 事实上1998年的时候 吴敦毅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传出了一个 他一个暧昧的录影带 绯闻的录影带 说吴敦毅有女朋友 就最后的结果 吴敦毅这个 以些微的票数 就失去了高雄市长 连任的机会 所以从这个斑斑的历史来考证 选举的过程来考证 民进党这种操作选举的经验 其实很丰富的 加上这一次的事件的发生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这个后面有太多的算计在里面 包括从时间的巧合 从地点的巧合 时间的巧合里面 孙大谦先生就说了 有三个可能 包括为什么在选前 五十几天开始爆发 为什么在那一个录影带里面 出现了目前民进党的高官在里面 那么为什么这个当事人 现在正好在台湾 这个时间点太巧合了 所以眼前看这个情势 似乎对国民党不太妙 但是我认为老百姓是有经验的 老百姓也会有记忆的 这样的事情 其实慢慢一次一次的累积 其实让老百姓已经逐渐有免疫力了 我常喜欢用免疫来形容 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让民众 其实慢慢会无感